我也承認我的確很愛線 我想要展露我的身材 我也會拍那個美照 泳裝 展露身體對不對 我自己的粉專跟社群 是好就好在 其實沒有什麼人說 但是有時候新聞截圖 發到媒體以後 會有一些網友會留言說 為什麼你這個年紀還要穿泳裝 我這個年紀不穿泳裝 要裸體去游泳嗎 那不是違反善良風俗 對不對 可以是裸體游泳嗎 不行了 對 對不對 律師我就想說 他留這個話我到底要接什麼 就是說什麼年紀 都應該穿泳裝游泳 什麼年紀游泳的時候 都可以拍照吧 對不對 既然拍了照對不對 那我們就修一下 調一下光 漂亮亮的PO上去 為什麼中年女性 就不可以自在大方的 展露自己的身材呢 每個年紀有不同的美 這一點我覺得是需要被尊重的 看到很熱烈 剛剛講到慶生 很熱烈的慶生情節 這是要恭喜一下 恢復單身之後 很快有新戀情 但他是以前 這個儀式感OK嗎 就是 有耶 就是 慶生嘛 覺得可能因為 我們認識非常久了 年輕的時候就有約會過 所以他可能很瞭解我 他就是會約比較正式一點的餐廳 然後可能就會有一些禮物 跟氣球 然後就他送我的禮物 也滿實際的 他可能送一些3C的東西 然後我就可以用得到 這張是他PO的嗎 很甜蜜 他這個餵食 對 餵食是 其實是 你現在對於新感情的態度是 我覺得女生的韌性 其實很強 其實或許我自己發覺 就是女生通常在關係 結束前比較痛苦 他會捨不得放 對 因為付出要收回 要花一點時間 但女人就是很奇怪 你會看到她的韌性 就是在一段痛苦之後 你決定往前走的時候 你會放下 那我自己覺得 我是滿接受現狀的人 可能我很早就出來工作 你看我們在演藝圈 可能我唱過歌 演過戲 主持過 或是綜藝 什麼我都做 我會覺得到中年以後 你的求生意志會很堅強 我覺得既然不能挽回 那我就 我其實跟 我會覺得往前看 然後我就會告訴我自己 從今天開始我要走出去 因為我在一段關係結束後 我了解到我需要的是 我很需要這個愛情 其實有很多人覺得 好像會把愛情等於 情緒化或浪漫 其實不是 因為我覺得 我有愛情的時候 我意識到 我的工作會更好 因為我更有動力 然後我會更想要 變得更美麗 更想要活下去 更想要更成功 對 甚至你對小孩 我對我的孩子 會在我有被愛的狀態下 我更有能力去愛他們 所以我自己就發覺 我因為更了解自己 在上一段關係之後 我現在就會更積極地去 尋找我 可能可以滋養我的養分 也不見得一定是戀情 可能我會多認識一些 異性或同性的朋友 讓我自己更快樂這樣子 好棒 恭喜你 這個語文更了解自己 也更懂得愛自己 謝謝你 新的一年就向前看 我會向前看 那你跟你前一任的關係 我記得你們還是住附近嗎 住附近 我大概跟每一個前一任 因為有一些是對方的問題 就是對方不願意跟你當朋友 但是我除了當下 如果很激烈的爭吵 或是有時候 你可能當下有些情緒化 可是我事後還是會努力的 跟對方去修復 然後我覺得每一個前任 我可以的話 我自己也是開始了解我自己 就是我可能會覺得 我是可以想跟前任做朋友的 我不會想要老死不相往來 那現在當然是因為我有孩子 我會覺得你必須要跟前任 保持很友好的關係 所以就我們還是一家人 家庭的關係不會變 但是可能都會各自去尋找 各自的生活跟幸福這樣 那他的態度也是一樣 不會有些什麼疙瘩 或以前的一些包袱 那個要分兩塊 我覺得可能像律師 或是就是大家 我們大家比較成熟 會聽得懂 就是你個人會有 感情上的受創或受傷 但是你比如說你面對你的 比如說你的孩子 或是你的前任 或是你的工作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 理性的道路在走的 那比如說你還是有 偶爾會想到 當初失戀的時候很難過 甚至大家會想到 以前兒時的戀情 可是那不代表 你現在不行走下去 你還是可以分開看 對不對 我覺得很健康的關係 問一下就常常在辦 這個離婚案件的位置 你就離婚之後可以變成 還是蠻友善的朋友關係的比例高嗎 應該這樣講 到我這邊的都不高 會找到你都是找到很角色 都是 大家都已經對不公堂了 我覺得要已經一旦對不公堂之後 我覺得因為在法庭上很難 很難講對對方好聽的話 然後會把所有難聽的話 都講盡了 所以一旦對不公堂 我覺得要再變成好朋友 其實是困難的 要時間 對 要拉長很多時間 而且要很多機會 譬如說孩子 孩子在中間 當潤滑劑 或者是當自己發生一件事情 回頭去想到說 當時對方不是那麼的惡劣 因為這件事情複製在我自己身上 我跟他犯一模一樣錯的時候 他可能才瞭解 對方當時也有一些不得已的地方 那你才能夠重新接受 所以一旦對不公堂很難 但是如果在我的案件裡面 是用和解離婚的 我倒覺得這幾年 我覺得很特別 是這幾年 我覺得這幾年 能夠像宇文這樣當朋友的很多 這幾年增加 我覺得其實 我們以前在講說離婚很難 我覺得把離婚的條件放開之後 大家比較容易分手之後 那個幸福感 原來的婚姻 即使是不愉快 要結束的幸福感 會比較存在比較久一點 因為大家在彼此已經知道 自己不適合在一起 你說宇文好不好 很好 只是他碰到 並不是適合他的人 也許不是適合走一輩子的人 可是你說他了不了解你 對方某一部分其他很了解 他的前夫其實也某部分很了解他 那你跟他在一起 可能有有好幾十年 有可能是全世界最了解他 最了解你的人是他 不見得他最適合跟你在一起 所以有時候你現在碰到戀情問題 反而跟他最了得來 我就碰到一對夫妻 我覺得非常特別 他們兩個沒有孩子 所以他們就分手了 那分手的時候 其實他們只是了解說 我們兩個之間比較像宇文 就是我們兩個之間沒有愛情了 我們只剩親情 那那個女孩子就覺得 沒有愛情的婚姻 我走不下去 那個男生會覺得 婚姻不就是這樣嗎 應該最後就是親情 所以他們就分開了 分開之後 其實兩個人大概分開四五年 這個男生就結婚生子 就生了小孩子 那這個女孩子就覺得 全世界其實就只有他最了解他 當他在外面失戀的時候 他就會跟他聊天 你知道他們最後建立一種關係 所以從前面變閨蜜 我覺得他們不是只有他 跟他的前夫變閨蜜 他前夫的老婆跟我這個朋友 才真正是閨蜜 他每次只要從高雄來台北 前夫的老婆跟他前妻變閨蜜 對 他們只要每次 很偉大 我這個 對 很特別 他只要每次從高雄來 我這個朋友不是來找我睡 是去找他前夫的老婆一起睡 然後他告訴我 就是他們去找他聊天 兩個女人喝著紅酒 罵得同一個男人 然後兩個聊著聊著 遛到天亮了 然後兩個就睡在一個房間裡面 然後老公睡足我房 這前夫因為晚上不太好睡吧 對 其實我就說 這是一個很特別 就我覺得 對 因為他們後來就覺得 彼此都了解 然後也了解 這個男生在彼此之間的 生命中的意義是什麼 我覺得那非常特別 然後對 我覺得好處是 我覺得眼看著 就老一輩那一些人 老一輩的 老一輩的吵的都是一輩子 對 好 對 反而這些年輕人 怎麼想想三十年前的恩怨 都沒放下 就是好像一股 看那個孤位的時候 就覺得很多人 老了都沒有放下 可是我那時候看的時候 就有個感覺是 我為什麼要等老放下 其實我後來想法是 我要現在就放下 因為我不要等到老了 再拿出來這個 然後覺得這沒有什麼好計較 我覺得我要現在就放下 越快放下 越懂得放下 你反而保有越多 珍貴的 原來的幸福的活力 而且你還可以重新培養 你跟其實你跟不論別人 即使你前任的關係 你都可以重新的 對 什麼事會堅持到底 聽說宇文 你對於有人 如果質疑藝人的工作 點點點 你就會捍衛到底 我覺得第一個是 我覺得每一個行業 都值得被同理 被尊重 你可以不要接受跟認同 但我覺得同理心 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我反而覺得 我自己有一些親朋好友 他沒有那麼 他應該不是說 故意要毀謗我們是藝人 他只是會覺得 藝人就很好賺錢 這樣子 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我都會忍 現在我是不忍了 舉例來講 前一陣子 小女生都很喜歡 黑色色色色 我兩個女兒就很愛 黑色色色色色 他們就看演唱會 買週邊 學跳舞那些的 然後我女兒 除了BLACKPINK會開演唱會之外 我女兒也幻想 自己會開演唱會 他們都會在舞蹈教室 要辦成果展 真的 這麼黑 舞蹈教室會幫他們辦成果展 媽媽會繳錢 讓他們去舞台上表演 舞蹈教室才可以賺錢 對不對 這種時候你知道 你就發覺 這個七八月暑假 他站在台上表演的時候 就一邊流汗 然後小孩子就一邊說 好熱好累喔 我就一直跟他們說 當BLACKPINK就是這麼累 這麼辛苦 當巨星很不容易 旁邊有那個家人這樣蹭我說 當BLACKPINK有什麼好累的 賺那麼多 流點汗又算什麼 當藝人都很輕鬆 我整個人火都來了 我就說妳在說什麼 就是我 台上十分鐘 台下已經花了很多年的功夫 對 我覺得這種就是 對我的行業 完全不了解的人 就我們藝人承擔的 不是在台上而已 比如說我在經歷我婚姻低潮的時候 我也是出來就是錄影 別人也都不知道 所以那個精神壓力 是沒有人知道的 那我那時候就直接回那個家人 我就很真的是真到底 我就說 我說但BLACKPINK 不是只有在上台流汗 我說妳知道當明星 還要承擔就是 被罵 然後那些 被拍那些精神壓力 然後他還回我 他就說 但又怎麼樣 你們賺那麼多 被人家唸兩句會怎麼樣 我說那現在開始 我來罵你 我說我辦五個小號 每天輪流在你臉書罵你 我說你四一個月 看看這個感覺 我說你再回復我 對不對 何況罵我的也不只五個 對不對 罵劉德華 罵林志玲的更多 你懂嗎 罵憲哥的 所以我說這根本不是你們 完全不是你們可以想像的 所以我認為藝人 其實是抗壓性很強 精神壓力很高的一個行業 我希望我們可以得到多一點的 同理 不用尊重 同理就好了 對 你也常會跟網友吵架 我剛剛不是講 我們常常受到網友攻擊 其實我剛才罵什麼 老醜 老醜胖 是我最不在乎的 這種是 我剛剛律師比較在乎 因為罵人家醜八怪 神經病 王八蛋 就可以告了 就馬上可以告 那因為我反而不在乎這種東西 我在乎的是那種 很詭異的 就是比如說 像我這一兩年很愛運動 然後我有時候是 其實我也不是真的 就是陪我 我是真的陪我女兒去游泳 但同時我也承認 我的確很愛線 我想要展露我的身材 我也會拍那個美照 泳裝 展露身體 對不對 我自己的粉專跟社群 是好就好在 其實沒有什麼人說 但是有時候新聞截圖 發到媒體以後 會有一些網友會留言說 為什麼你這個年紀 還要穿泳裝 我這個年紀不穿泳裝 要裸體去游泳嗎 那不是違反善良風俗 對不對 可以是裸體游泳嗎 不行了 不行 對 所以律師啊 我就想說 他留這個話 我到底要接什麼 就是說什麼年紀 都應該穿泳裝游泳啊 什麼年紀游泳的時候 都可以拍照吧 對不對 既然拍了照對不對 那我們就修一下啊 調一下光啊 漂漂亮亮的PO上去啊 為什麼中年女性 就不可以自在大方地 展露自己的身材呢 每個年紀有不同的美 這一點我覺得 是需要被尊重的 可是這麼多留言吵不完耶 有的人是故意的 你越跟他吵 他講越多 越開心 對 沒有 這時候就要搬 比如說李怡貞律師的名字出來 就是你 你懂我意思嗎 你要搬法條啊 你不要跟他吵 你就直接搬法條就好了 你就直接結一些法律用語 跟他說你等著什麼什麼 其實就不用講那麼多 你就寫三個字 以截圖 對 如果是毀謗有法律的 就直接這樣講 那如果是那種 我覺得不符合公平正義的 你就跟他解釋一下 這樣就好了 對 我覺得這個完全認同 女生不管幾歲 都可以呈現自己的美麗 這是非常值得鼓勵 按讚的一個動作好不好 你這八年來發生什麼事情 變化這麼多 你也說過 也是2018婚姻就觸交了 後來你跟他求救 一個曾經這麼愛你發狂的人 你跟他求救 他十五分鐘都不給你 這段時間你沈澱之後 你有覺得是什麼原因嗎 其實應該是這樣 一個老婆也不會一開始說 你給我每天十五分鐘 跟你聊天 一開始一定是有一個 應該是有個坡度的 有一些原油的 那因為我有講 17年底的時候 我父親過世 然後到了18年 我母親心臟開了一個 很大的刀 之後才修養好 又出了很大的車禍 所以呢 在一年內 我等於失去兩個 很重要的支柱 然後同一年裡面呢 我的大女兒剛上幼稚園 那有小孩人就知道 第一年上課 每天都在生病 所以我的生活等於是 從天堂突然掉到了地獄 就每天都有不停的人 在我生命中是死亡跟生病 然後最後因為我是媽媽 我是主要照顧者 常常照顧這些人 最後我也會生病 但我生病的時候 小孩生病由我們照顧 我們生病的時候 沒有人照顧啊 所以其實在那一年的低潮裡 就造成我的人生觀 變得比較悲觀 因為其實我平常 是真的蠻開朗 很想得開的人 可是那一年包括 我剛好滿40歲 然後我的小女兒 又才剛滿1歲 然後點點滴滴的加起來 加上我父母親 生命有問題的時候 都才60幾歲 我就自己也會想 我小孩那麼小 然後我又晚婚晚生 那我自己會不會也很早死 所以我每天想的 都是死亡跟疾病 然後我就整個人 就有點就是 陷入很低潮 憂鬱 那那時候我就常常想要 我先生呵護我 陪伴我跟照顧我 可是他也覺得很奇怪 就是以前很獨立 讀以前可以嗎 沒有 因為以前我很獨立 你以前沒有需要他這麼的 我先生是不能接受 是說原本一個很開朗的女生 怎麼會突然變得那麼低潮 他也常跟我開玩笑說 這是發生什麼狀況 是怎麼會那麼嚴重 那當然我也了解這個巨變 連我自己都那時候很批判我自己 我會覺得我不能接受 我自己變得脆弱跟悲觀 所以一開始我就去找諮商師 或是精神科醫生 然後慢慢我自己諮商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覺得問題出在我先生 跟我之間的關係 你有把他想辦法拉去嗎 對 那所以那個是後期就是 諮商師一定會問你說 你想要幹嘛 我就說我想要先生陪 還不能是朋友陪 不能是媽媽陪 不能是 就一定是要先生 因為那時候 你我父親過世的那個陰影 你會覺得你需要一個男人 對 但是他沒有辦法承受 你這麼劇烈的改變 這麼大的 可能一個大的困難好了 但你要的是15分鐘 我要獨處 可是我兩個小孩都太小了 而且那時候常常生病 15分鐘他也拒絕 一開始其實不會是定15分鐘 因為你要跟先生聊天 你不能開馬表 那是 就比喻你只要一個很短的時間而已 對 就是我希望每天睡前 可以聊聊天 有獨處的時光 然後可能一兩個禮拜 陪我去看個電影 吃個飯 然後其實我們家也都有幫手 可以幫忙 但是他覺得 現在是小孩子最小的時候 最需要父母的時候 所以他希望就是出去的時候 都是家庭日 可是家庭日出去的時候 我的小孩就因為太小 他們無法體諒 外婆生病 外公過世 媽媽常常仇悲苦臉 所以我常常要強忍我的悲傷 所以這時候我才會希望有獨處 但他就 就是我們在不同頻率裡面 對 玉妮 後來你一直強調 你想要是一個情人 他要的是一個媽媽跟太太 所以媽媽跟太太的角色 就是有了孩子之後 是你們兩個之中 很大的一個轉折點 沒有二人世界 對你來講是很大的失落嗎 其實我也喜歡 我陪伴孩子的時光 但是因為有一個問題是 我的前提可能是要在 有一個愛我的先生的支撐下 就是說我希望有被愛 被連結的感覺 他在見心理自上 當時之前有說他對你的愛情改變 女生很敏感的 那個人對你的愛存在或是說多少 其實女人都感覺得出來 所以我們後來在支撐下那邊 我也得到求證 事實上是這樣 應該就是說他愛我 但是像孩子的媽媽一樣的愛我 他對我的確是沒有女孩子的喜歡 那是他很後期嘛 對 但是事實上我前期的時候 你已經這樣感覺 對 是對的 因為後期跟他求證的時候 他的確是這樣說 OK 之前你有這樣直接問他嗎 他有講過嗎 因為女生通常都會問 你還不愛我 可是他怎麼可能 沒事敢跟你說 他不愛你 或你一定會問他說 你漂不漂亮什麼的 我都 然後 你去買一個很漂亮的衣服 或很性感的睡衣 然後我打扮什麼什麼 你看他的眼神 有沒有看到你有沒有火花跟激情 我想不需要用嘴巴講 你就是他在 你是他的家的女主人 你有可能回家問 就是你老婆問你說 你愛不愛我 你敢講你不愛嗎 不可能啊 對啊 所以 只有一個答案 對 還是你常講不愛 沒有 我常講愛 對啊 所以 可是你感覺到那個愛已經不一樣 但也沒有不好 那是他的選擇 就癥結點開始 他對於你成為他太太跟媽媽的角色 慢慢一點點提起了變化 這些對他而言不重要 而且因為每一個人對太太跟媽媽的定義又不同 他希望的太太可能是比較傳統的 然後就是所謂的嫌妻良母型的 可是我的個性非常的奔放 很熱愛自由 那一方面我愛著她 我想要滿足她的期待 可是我又一直壓抑著我的欲望 就是那個想要飛出去的心 就是會 我就每天會處在這種矛盾當中 他早就知道你非常奔放 他早就知道他娶的不是 他認為很傳統的那樣一個女生吧 其實我後來有替他想一點是 我覺得現在的男生也很可憐 因為我們這個三四十歲的男生 在新舊交接的時代 他一方面看到傳統婦女的美德 或許他的媽媽或是他的長輩 外婆 奶奶是這樣 可是他又欣賞獨立自主 所以他活在這種矛盾裡 就是社會對現代女人有很多期待 你要燒得一手好菜 又要有自己的事業 同時可以維持自己的身材樣貌 可是怎麼可能 所以我那時候也是這樣期待我自己 我就要當一個完美娇妻 完美的母親 所以最後我才會崩潰 單身行不行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我們有很多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